接下来我打算在这个蔬果区 种上一颗猕猴桃 一颗猕猴桃 你是不是会想 这个猕猴桃不是要种两颗才会结果的吗 要一公一母 但是我选的这一种 它是能不用受粉的 可以结果的品种 而且它的这一个果子 比较的小 上面是没有毛的 可以直接连皮一起吃 而且非常的甜 比这个普通的猕猴桃要好吃 所以它也更贵 一斤的话可能要两三百块钱 所以还是自己盆栽比较划算 而且这个猕猴桃 它是比较适合阳台盆栽的 因为它对干燥的需求没有那么高 现在我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盆栽猕猴桃的话 最好就要选择大一点的花盆来种 我就选择我这里最大的花盆 就是这个口径40厘米的控根盆 够大吧 接下来就是配土 猕猴桃对盆栽的要求不高 盆栽的话透气排水信号就可以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松果土来种 加这么高差不多就可以了 再把它放进来 四周继续加土 稍微摁一下 再把它取出来 把它拆开 我买的这一颗猕猴桃是这个卵枣的 它的品种叫韦迪 是比较适合南方种的品种 这个包装还不错 一点土都没漏 一点土都没漏 还有这个保湿 倒出来 这个根系不错吧 直接放进去就可以 这样就种好了 再给它浇一下这个定根水 因为这个花盆比较大 而这个苗现在的话比较小 所以不需要把整盆全部浇透 只要把它这个周围给它浇透就可以 这样就浇好了 再把它搬去缓苗 现在是阴雨天 我就把它放在这里缓苗 缓个三五天左右就可以